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建立地城发生致命交通意外 一个男人带着两个年幼的外孙女和女佣 过马路时被电车撞倒 三岁小女女卷入车底相重死亡 其余三人情况稳定 据了解四人华夜没有跟红绿灯过马路 观众提供的片段 看到消防员够出被困在电车车底的女佣 电车是早上10点多 由坚尼地城开往跑马地 使至坚尼地城泳池对开 近西长街北的时候 撞到只是过马路的四名途人 包括一个66岁男子 两个分别三岁和六岁的外孙女 和一个印尼女佣 外公和三岁外孙女卷入车底 女佣送往马丽医院抢救后不治 外公身体多处受伤需要留院 至于六岁女童和外孙 分别头腰受伤 看到有个大人的脚 下面脚应该被电车转到 小朋友在车中间看不到 大人就在裤子里两个就损了 后来就抬上救护车 据了解四人过马路的时候 然后怀疑是红公仔 电车公司向伤者和女同家属 自深切慰问 说电车当时按正常操作 48岁的车长入职四年九个月 无不良驾驶记录 以暂停职务协助警方调查 在摄氏路段 不时都见到有人乱过马路 这个位置其实是很多街坊朋友 可能去完公园或去完游泳池 都会回家必经的一个路段 都要了解今次事件的真正起因 和整个原因 我们再看一看 究竟未来有没有这些措施 可以跟进 或者可能最简单 是否要加一些警告牌 是告诉大家要留意哪一边的车辆 他又说 近期不时都会发生电车交通意外 不少都涉及长者 呼吁市民和司机都要遵守交通规则 无线电视记者何思义报道 警方在大埔一个公屋单位 发现一具猫丝和33只猫狗 而残酷对待动物 拘捕41岁女护主 日区议员说 女护主曾经开过宠物店 店头倒闭后 怀疑利用公屋单位暂存猫狗 外户动物协会人员到场 带走多只猫狗检查 初步有5只健康情况陷阶 警方在凌晨大约12点半 接到富汕川线轮流住户报案 说涉事单位传出浓烈的动物排泄物味 现场消息说 消防到场没有人应援 破门进入单位 发现有32只猫和1只成种贵妇狗 另外有一具猫丝 警方以残酷对待动物 拘捕41岁女护主 消息说女护主经营宠物店 大约一年前结业 愈是将猫带回单位 又收养其他猫 但并没有绝育 导致越来越多 据了解屋内有凉水 亦有安装猫网 但环境恶劣 涉事的单位和鄰居都无人应援 刘晨仍然闻到排泄物的味 管理处已经多次上门去拍门 希望找这个户主沟通一下 但很多时他都不记录 后来那个臭鼻的情况越来越严重 所以也都找了愚户处介入 其实愚户处都上了来几次 但是都是拍门都是无人应援的 高屋一般不准养狗 但准养已经绝育的猫 虽然没有规定可以养多少只 但造成之要的话 住户会被扣分 不过富善村属于租治计划屋邨 已经救治单位的业主 不受扣分制规管 据了解涉事单位已经出售 单位都不是很大 这样都挺夸张 如果有三十多只猫 管业处可能也有些方法 我觉得可能要跟人说 其实真的不养得养物 那个卫生情况可能真的会有些影响 总有方法的 会釘契或卡卡各样东西 也有些法律途径可以帮到手 无论是刚才说到居屋 陆自居甚至租治单位 在公契上应该都列明是不可以养狗 事与当中如果是属于业主方面 就不是说没有一些后果要承担 他说防卫会研究 如果租治单位的业主 在公共空间违规也会有后果 无线电视记者王子瑜报道 港铁上半年本地总乘客量 超过9亿5000万人次 还未回复到疫情前的水平 大高铁客量按年升六成 对未来整体增长审慎乐观 连同物业等其他收入 上半年整体赚60亿零4千万 按年升四成四 港铁公布中期业绩 本地铁路服务和过境服务成客量 在头6个月持续回升 总客量录得超过9亿5000万人次 当中本地网络有7亿8千万人次 过境段录得4600万人次 高铁香港段录得1千2百万人次 经常性业务赚40亿2千万 不过因为全球经济未明朗 而且疫后出行和消费模式有转变 仍未追回疫情前的水平 便问到会否提供更多的车费优惠 港铁这样回应 我们接下来要投资超过1000亿 起新的铁路 现有的铁路设备更新等等 需要可能都要几百亿 所以我们必须要审慎理财 才可以有一个可持续的未来 而我们的票务收入 是我们一个最重要的稳定收入来源 在物业发展利润方面 上升到17亿4千万 截至6月 港铁有14个住宅物业项目 预计未来几年提供大约12000个单位 不过东冲东站和小豪班车厂物业项目 之前商计楼标 加上现在楼市欠介 会否影响招标和推盘的步伐 我们都是密切留意市场的情况 我们也是研究和检讨 我们招标的方向策略 我们会有序地推出我们的土地招标 所有项目当它建成的时候 我们都会密切和我们合作发展商商商量 我们的楼盘都会尽快推出市场 以市价来供应 至于商场租金 计去年下跌8% 今年上半年继续跌5.7% 我们的市民都不想消费 无疑这些都影响了整体香港整个零售市场 港铁公司也都不能避开这件事 下半年我相信我看走势 就和上半年或者去年都会不会有很大的改变 但是我觉得都应该进入了一个整固期 港铁有话正是研究兴建八石角站 和周边发展潜力 和重新开划和发展红磡站和周边用地 无线电视机制宜仁家宣家宣布道 60岁或以上合资格人士 由今个月25号开始 必须用落油卡才可以享用2元踏车优惠 但仍然有老人监备申请 政府说会继续提供协助 今个月25号之后 老友记如果只有长者百特通 不能再享有2元踏车优惠 搭港铁和专利巴士要付半价车费 60至64岁不能用长者百特通要付全费 滥用长者百特通更会违法 没用不行 价钱差多少也不知道 身份证也会有时不见 好像我都不见过一次 何况说落油卡 唯有小心点 要有2元踏车优惠 到时必须用落油卡 但如果现在才申请 要等大约三个星期才可以取得到 政府6月当时曾经公布 还有大约10万人未申请 大部分是80岁以上长者 全港8家临时申请中心 会开放到今个月底 协助长者办理申请 劳福局就说 社署一直透过大约1500个 长者服务单位 包括长者中心 安劳院社等 鼓励和协助长者申请落油卡 无线电视机社邓杰盈 美食博栏一年5日在会展举行 上湖都推出不同一位级客 由上湖希望生意额有半成至一成增长 美食博栏都可以见到转身入场 大批市民到场准备掃货 各个摊位出尽方法吸引顾客 包括玩游戏赢500罐鲍鱼 吸引不少人来碰碰运气 大家快乐 当然是开心 当然跟我的亲戚朋友共同分享 分享这个欢乐的奖品 谢谢 商户就表示 希望透过优惠和游戏抢客 所以我们希望今年的营业把握 希望不会少过去年 如果我们在那么努力之下 希望有些少增长 比如10%或5% 都好 始终多了一些香港朋友 想在上面消费 但是反过来 我们应该想想 南下国内的朋友都很多 东南下来的朋友都很多 我们要想想如何吸引消费 有商户对营业额审慎乐观 人流都尚算OK的 我希望明天后日 甚至乎星期六日 那些人流会一直增加 始终有人放假 但我也有些保守 因为始终我见到的状况 就是消费者 有少少进来 是没那么手松的 大家都是去走一转 美食北栏一连五日 在会展举行 由早10点到晚上10点 最后一日会提早到 Iman6点结束 连同家电家居博览等四个展览 基本套票30元 旅客票价20元 到专柜美食区就要加10元 三岁以下的小童 和65岁或以上的长者免费入场 没有事先扣票的入场人士要注意 原场不切现金扣票 只能以电子支付工具付负入场 无线电视记者陈尚轩报导 从专柜美食里 petrol 之间的安打 总专柱 玉圆 咱们的小段 需要支援 酒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